国台办2月8日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 去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 大陆采取包括解放军演训等一系列反制措施 而近日又传出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于今年春天访问台湾 台湾民众担心如果成行是否会引发大陆更强的反制措施 让台海再度陷入兵凶战危的险境 朱凤莲 我们以多次表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民进党当局依美谋独注定失败 记者 美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成员日前扬言称 交付台举行对台军售听证会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敦促美国会恪守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所作严肃承诺 停止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广大台胞已经清楚认识到选择台独就是选择战争 民进党当局妄图一五谋独 只会把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记者随着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拉开帷幕 大陆似乎对台采取温和态度 比如国民党副主席夏立炎来访 大陆恢复60多家台湾食品业者进口 大陆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做 是否意味着改变了对台政策 朱凤莲说 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是一贯的 明确的 不应党内政局而变化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久而共识基础上 与台湾各界有识知识 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我们继续努力为两岸同胞牟利造福 促进两岸各行业各领域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扶植的制度和政策 鼓励台湾同胞 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 祝梦圆梦 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弃合 助力台湾同胞参与民族复兴进程 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 坚决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 今年一时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行动和正义 希望两岸同胞和中共纪同心同行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美好未来